我坐到外面 我刚刚去找我朋友 然后一起去灌街 然后灌街灌街 我把我自家的钥匙弄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钥匙弄丢了 哥哥姐姐们 我怎么办 我现在回不了家了 家里不是有 奶奶没有 奶奶她去小叔叔家了 我叔叔家接走了 然后她不在家 然后我一个人 然后我进去去玩嘛 然后我就带来钥匙 不知道我那个钥匙被谁拿走了 还是我自己弄丢 我不知道刚才回来 我前面我不知道 我一到家 现在钥匙也不在 然后我现在打电话给我朋友 然后叫他们来接我 然后他们不接电话 然后我也打不到车 然后我现在就坐在外面 然后谁都不接我 电话我烦死了 然后我去隔壁 隔壁村里面嘛 然后他们又全都已经睡觉 把隔壁都锁好了 好烦 把锁敲开明天敲开不了 那个我们是那种木的吗 然后敲开不了 我不知道怎么弄 放钱吗 又放不进去 太高了 你们要好好说话 不要这么这样子 我现在都已经着急了 我都困难受死了 我现在坐在外面 你知道不 你们不要这样乱说话 这样子 等下会把我吓到的 所以不能这样子说 好吗 但是我真的 那个太硬了 我怎么弄吗 你看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那个钥匙 你知道吗 大门的钥匙 还有凡姐的钥匙 都是穿在一起的 结果呢 结果他们都穿在一起 不见了 现在搞得我 然后那个可妈滚 操不要脸的那个人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但现在打电话 他也没有用的样子 我好害怕 知道不 还好有手机排着 我不认我没有手机 等会我就感觉 我这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了 然后我现在一直在等 我朋友他们电话 我一直给他们打了很多很多 他们一直还没接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气死我了 一说到他们 你们两个不要跟我提他们 一说到他们两个 我就气死了 知道吧 他们两个真的很过分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天 他们两个就是开车走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刚好我出现了 他们两个就跑得很快 然后我昨天给他连麦 然后他们两个乐呵呵不告诉我 他们两个在哪里 地址在哪里 他们也不告诉我 然后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把他们丢 把我丢在家里面 我都已经没有好好做饭 我每天都烧土豆吃的 我跟你们说 前面我也没有好好做饭过 然后我现在后悔死了 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面 很过分的 你们觉得有这样的人吗 奇怪的了 我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都不接我的 不意把我的电话号码关掉 或者怎么样各种 而且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视频 他们那个视频 吃好喝的 好吃的 好玩的 还给他买了新衣服 但是可妈 我长得成那个新衣服 他怎么穿都不好看 如果穿到我身上的话 应该可能会好看一点 对吧 他们两个是不是很过分 什么意思呢 而且不接电话 不接电话就算了 两个都不接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告诉我地址 怎么样 他们不愿意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想干嘛 你看你们说对不对 两个孤男寡女的在外面 然后那可妈鬼 他胆子大不大 你们就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看 如果是一个很老实的女孩子 的话 他一个女孩子 不敢搁 一个男的一起出去的 你看他是不是很顺其自然的 就跟我偶像走了 你们说 是不是 他就很顺其自然的 就跟他走了 就这一点 你们都看得出来 他不是一个好人 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姑娘 平时我说他本来就是事实 你们都看得到了吧 对不对 这就是事实 画着别人他都不敢 一个女孩子家家又没出过远门 对不对 谁敢去跟一个男的一起出去 对吧 又不是很了解 做啥过分 你啥都 不过分吗 你们想一想 不过分吗 电话也不接 对不对 我送完他姐姐 我给他打个电话 就是担心担心一下 他怎么样 我是这样子想的 结果他连电话都不接 他说话 那个口气特别大的 你打人家 什么我打 我没有打 我那是教训 我那是教训 他不是打他好吗 我那是为他好 他不听话 他不听话 我只能为他好好的 对他好 结果他呢 就这个样子 感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谢谢 没事啊 他出去可以 没关系 我有一天 我会找到他们两个的 真的 我要找到他们两个的 我把家里面 那个可马骨养好的猪牛 什么那些鸡 他养的那些东西 我全都卖的卖 吃的吃 对吧 这些我全都弄完了 我就找他们 然后我先把这些家里面 这些东西要处理好 没处理好的后 还没有车费 所以我该卖的东西 我要卖掉 然后我要去找他们两个 他们现在一直不给我发信心 然后不回我一直把我电话拉黑 把我微信拉黑了 我偶像都已经把我拉黑了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真的很气 你说什么人能这样做的吗 真的是 简直是三星病狂一样的 什么都不懂 直接把我一个人丢到这里 而且我平时 我都自己不会做饭吃的 对不对 不为我着想 把我一个人丢到这里了 然后而且你看晚上 就像今天一样的 我又是丢了 我进不了家门 然后他们也不管 什么人吗 你说像他们这么做的好吗 哪个人像他们两个这样子的 啊 一点礼貌都没有 真的什么人啊 然后两个姑娘管你 吃好的喝好的 在城市里面每天都开心 要死 而且我今天看到那个视频 我觉得很恶心特够特过分 好 反正感觉 真的太恶心了 真的 你们说是不是 是不是很恶心 只有两个人在那里 什么我太坏了 我哪里坏了啊 我那是我明明是 我是口试兴奋 我就是那种 大大咧咧的 我的 我说话的时候比较直一点 然后你们就不喜欢了 然后一个两个的歌手 你们就喜欢新鸡女呗 就喜欢可妈 那一种新鸡女 啊什么都不会 只会喜欢那种 啊 装的很弱 其实以后你们就知道 谁是好的 谁是坏的 我跟你们说 慢慢看着 他那个可会装了 我跟你们说 装的会装的要死的 装的啊 楚楚可怜 恨不得 你像你们全都想保护他一样的一种 你们肯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面 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才会把我的偶像 给我的生活颠倒 身为我的妹妹 你们说 是不是 明明你明明是不是 我喜欢我 我像他知道的 对不对 换成正常的一个女的话 他知道明明姐姐喜欢的男人 他肯定会叫姐夫啊 或者怎么样 他为什么一口一个哥哥 哥哥的一直叫呢 你们说是不是 他是不是心里面有鬼 心里面想他 喜欢他 所以故意不叫 我叫他说 啊 叫一声姐夫吗 怎么怎么 哥哥都没有说 他喜欢你 怎么叫姐夫吗 就这个样子的 你们说气不气的 什么样的人 就是 你们就换个思维 想一下嘛 就是你们你的妹妹一样的 啊 比如你喜欢了一个男的 对不对 你跟你妹妹说了 你是 开开心 你说妹妹 我喜欢他 怎么怎么样 以后就可以 明明我再追他 我喜欢他 对不对 啊 然后你们的妹 如果化成你们妹妹 他们会怎么样吗 你们说对不对 是不是肯定会听你们的啊 或者是啊 姐夫怎么样 我姐姐喜欢你怎么样啊 哥他姐姐是一伙的 就是那样子 而他呢 不听我的话 他有他的想法 你知道吗 他勾引我偶像 是不是你们都知道的 对不对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你们都知道的 什么人真的 奇怪 我回不了家 我今天我不知道 我正好把我的钥匙丢到哪里去了 然后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 妈的 干嘛 怎么了 是不是开心死了 我是不是 我钥匙丢了 我进不了家们 你们开心的不得了 哎呦 这大脸上的这个大五子 怎么又变变变方向了 这今天变到右边 左边 真的是奇怪 是不是开心死了 你们两个现在都已经开心的 不得了 你在干嘛 你在外面干什么的 做泥球啊 我这光 外面干嘛 你觉得干嘛嘛 啊为什么干嘛 不挤我电话 为什么把我拉黑吗 你说 那不把你拉黑 你太烦了的吧 你整天这样那样的 你是不是没家的钥匙 你应该不是没有家的钥匙了 你是不是又准备去偷隔壁家的东西 哈哈哈哈 他没用了 哎 你咋不 会说话就好 说话什么意思 啊 什么意思 什么我去敲啊 那只能这么说话呀 对 你在 你是不是没钥匙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没有钥匙了 回答我 是不是现在开心死了啊 啊 大片的主意没有钥匙被刮在外面 门不加可过了 是不是这样子想 这黑箱老药 你是不是没钥匙了 回答我 我刚才出去玩 我的钥匙不知道去哪里了 是不是 是不是你们派来的什么小偷过来 把我钥匙偷走的 啊对 是的 就是我们安排的小偷 去你旁边把你钥匙偷走的 怎么的 狗男女 哎 你别别别骂人 好不好 咱得好好讲话 好不好 行不行 你是不是真的没有钥匙了 你是不是真的没有钥匙了 告诉我 回答我的话呀 没钥匙 知道我 你意思是 如果我有钥匙的话 我宁愿坐在外面被蚊子咬吗 奇怪的 很嘞 哎 明明知道我刚刚说 我的钥匙掉了 现在 不应该就假装 不知道那个 哎呦